下来看的是驻韩美军 这个二等大兵崔维金斯 他逃到北韩去了 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难堪 而且他心中早有谋划 本来是把他押借回美国 接受军纪审判的 结果他从机场竟然可以开溜 然后参加了一个旅行团 一个外国观光者的身份 到了南北韩的非军事区板门店 在那里只要一跨脚就成了 他越界进入北韩 立刻被北韩军人逮捕 同团的观光客今天受访 鱼记犹存 他们说看到这个大兵 突然转身冲过中线 带团的美军一点都没有办法反应 只能眼睁睁看到这个人 由北韩军方带走 这个二等兵接下来的命运 恐怕不会好过 他回美国接受军纪审判 他有可能跟很多 遭到北韩拘留的美国人一样 送到劳改营服刑 而且他有军人身份 对他更不利 还有被审问行求的可能 当然了如果把他当作投奔者的身份 进入北韩 以前曾经有美军这么做 待遇是天壤之别 不过由于这个二等兵的军阶太低 不太具有利用价值 因此他恐怕落入北韩手里是凶多吉少 驻韩美军二等兵崔维斯金 借着参加旅行团 从南北韩间的非军事区板门店 越界进入北韩遭到逮捕 当天与他同团的纽西兰观光客 募集过程 他说崔维斯金从联通边境的蓝色建筑物 走出来后突然转身冲过中线 他当时以为是恶作剧 二等兵一脚跨过界 带团的美国军方人员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北韩军方带走 崔维斯金今年23岁 2021年加入美军 成为一名寄兵侦察兵 还曾获得国防部服役奖章 隔年他就被派往南韩 根据南韩法庭文件显示 去年10月崔维斯金与当地的民众 发生口角冲突 过程中他破坏警车 因此被逮捕 近日才出狱 美军要将他送回美国 接受军纪惩处 没想到他从机场逃脱 参加板门店旅行团 越界进北韩 他的动机目前还在了解当中 崔维斯金接下来的命运 从多位曾经遭北韩拘禁的 美国公民的经验 大概就能预知 遭北韩关押最久的美国传教士裴俊浩 他在2012年从中国带团到北韩时被逮捕 并遭指控意图颠覆北韩政权 判刑15年 他在劳教所待了快两年才获释 他说每天都要做粗重的劳务 另一名美国大学生 沃姆比尔因为在平壤饭店偷撕正宣海报 被判刑15年劳教 他被拘禁一年五个月后 因陷入昏迷而获释 但回国后没几天就去世 得年22岁 2009年北韩逮捕两名美国记者 在美国前总统柯林顿的斡旋下 才获得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特赦 柯林顿也亲自前往北韩 接记者回家 崔维斯金军人的身份 会使他的处境更惨 可能会被审问 行求 送进劳教营 或是被当成政治宣传工具 不过崔维斯金若是以投奔者的身份 而不是非法越界者进入北韩 待遇就有天壤之别 1962年美国驻南韩军人 德雷斯诺克投奔北韩后 大大赞扬北韩的好 还在政治宣传电影里 饰演邪恶的美国人 他在北韩娶妻生子 直到七年前去世 叛逃的前北韩外交官认为 崔维斯金军阶太低 没有利用价值 而且要养一个投奔者的成本太高 出入都要人保护 还得供应他的生活 北韩不会做划不来的买卖 过去几年北韩都拒绝 美国政府的对话要求 美国在平壤也没有设大使馆 所有外交相关业务 都由瑞典使馆代为处理 协助在当地的美国公民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 已经透过管道 与北韩的窗口联系 想了解崔维斯金的状况 但对方已读不回 拒绝透露任何讯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